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Hello 又回到第二節的電影有讀 除了我們講電影之外 今次無論如何都要介紹一個展覽 大家一定要去看 Dengis 你也要去看 就是這個 這個叫《聖殿經卷與視者羅馬時代以色列地區之口鼓發言》 到明年1月25日 我已經看過了 有什麼說的呢? 他很厲害 雖然他跟《摩西》那個時代比較後一些 即是《公園》那個時期 不過最關鍵的 為什麼會這麼關鍵呢? 因為他今次來這個展覽 我其實覺得他是正在認這部電影 以及聖誕節那時期 拿這個展覽安排在香港那裏做展覽 這個也是在英國領事館的對面 正義路那裏做展覽 所以最近很多人去到英國領事館 去到那裏做展覽 因為他裏面有兩樣最重要的 一個 我覺得很多人搞錯了 以為這個是《死海古卷》 這個不是《死海古卷》 這個叫《以塞亞書》 是石碑 當然他也是在死海古卷 即是在死海那個地方 發現了《死海古卷》那個地方找到出來 即是同時期的 但是這個基本上 這個《以塞亞書卷》 不是《死海古卷》最關鍵 我們經常說的經卷 而且這個《以塞亞書卷》 這個也很完整 不過不是最重要的這個 最重要的是那一張 現在再找出來看看能否找到它 就是那個 吉伯利的天使 那個石碑 吉伯利啟示的石碑 我懷疑它裡面 因為實在太聖密了 它用一個很厚的 相信都是防彈玻璃來的 包住了 第二 就是你的頭 一吹一點點的時間 你會發覺 長中就有很多像man in bed的那些人 八衣人 馬上說先生不要走那麼近 他怕你不知道用什麼東西 影響到那個悲謀 我懷疑神秘學的朋友 因為那個是吉伯利天使的悲謀 而且是手寫的 不是作出來的 是說什麼的呢 是問答的悲謀 基本上你去看的時候 你都會知道它可能 這個石碑 和摩西後來製造的那個十階 都一樣有一個很強的能力 因為是一個很重要的石碑 所以大家就去看那個展覽 因為那個展覽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給你看到那個希律古城 第二神殿的整個 他們那個叫做 用數碼的復原圖 是相當之完善的 還有幾十元 你如果不看就浪費了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教徒 或者你喜歡一些叫神秘學 考古學的那些朋友 這次都很棒 而且你看完摩西這部電影 即是出埃及記 你都覺得過癮的 你看完那個 不要浪費 好 回來了 我們上一節就說過 就是說 這部電影裡面 也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包括用那些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政治隱喻 也有一種很新的拍法 是的 還有那些 它將 利尼斯葛將他和他的弟弟 通尼斯葛的那些 兄弟的感受 不只是情 很多細節的東西都放進去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挺感情仰逸 不是一般的主流 即是很戰戰兢兢拍的 聖經古事 是一個很作者的電影 裡面我們都 你說的 有人說 Crystal Bell 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做的摩西 就有一點可以用心理學來講 這個很有趣 不過之前要補一些東西 我們還有一些東西 發現這部電影很關鍵的 這部電影是有不同的 就是那把劍 我就不太明白了 為什麼它會 將這個拳杖 變成了兩把劍 你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知道 因為它最主要在聖經故事 我們一直以來在說摩西的故事 它裡面 就是摩西握著的就是拳杖 是的 這個拳杖很重要 但是 這部電影 它變成了兩把 好像我們的奪命癡熊劍 或者熟三劍合的 那種子清劍 一批的兄弟劍 子清雙劍 雙劍合一 就是天下無敵 不過 你會看到 他們的階級分歧 令到這把劍 變成了 兩個互鬥的一個象徵 其實兩個都應該 我們以前看來是拳杖 這次 尤其是摩西 那個拳杖 它就變了不同了 沒有發揮那個作用 因為 你沒有看舊那部電影 浪費了 因為我們跟著說拳杖的時候 也要說 其中一個就是拳杖會變蛇 是的 就是沒有這個拳杖 很棒的 轉來做劍 究竟是怎樣呢 我其實有一個看法 不過我不說了 因為免得打擾 那些聽眾的朋友看的時候 就先入為主 不過 如果你有看過年來史國的 帝國嬌雄 天國嬌雄 羅賓漢 你會發覺 你砌到 他為什麼會把他變成拳杖 很有趣的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故事 始終好像星際啟示錄 到了差不多若干時間 我們就要做一個大總結 將所有的那些 他裡面的謎團 也都不騷擾大家 可能的供應期都差不多 已經結束了 才說 才說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 像一個總集 去瞭解整個戲 現在反而去說 已經開始出來了 因為 摩世 這次的處理 導演多麼有意 將他寫實 來去說 之餘 但是他 有神奇的力量 所以有很多觀眾 都看過那一段時間 他都說 這次摩世的處理 就好像用精神病科來講 是有一個角度出來了 有什麼東西呢 交給你講 摩世就好像 是不是精神病患者 精神分裂 是不是他看到神是真 還是假的 你說是不是 這個交給觀眾 去定奪 當然是 你也不敢說 你怕得罪人 Krishan Bell 他講過這件事 掀起很大爭議 他就說 摩世是 一個精神分裂者 加是一個很野蠻的人 很多 讀者 罵 當然是吵 他這樣說 他認為自己是正在做精神分裂者 對 而且是一個很野蠻的人 他說過這句話 然後呢 當然有很多人在說話 他這個演出 可能會 令很多人 會覺得 他和聖經會很大出入 會害怕這件事 以你的角度呢 你會否覺得他是精神分裂者 我覺得 有些人 有些人解釋不了 譬如有很多神跡 導演也想用很多天災來解釋 不過 有一件事 譬如 初生 埃及 寶寶死 那件事 解釋不了 這是很神跡的 這件事 是 他現在這樣說 你看他那個 其實他最巧妙 他真是 他說 Kristen Bell 他裡面有很強的內心矛盾 這個是將他人格化了 但他也沒有那個神格化 是 令人會覺得 他精神分裂 他最主要 我想就是 上山那裏 跟神的接觸的時候 就讓Josha在旁邊看 他的樣子 除了Josha 好像另外的阿哥 Ellen也有 總之他這件事是有玩意的 這個呢 你穿得結了 你已經什麼了 不過不要緊 看聖經也有分別 這個我覺得他的處理 如果 可能翻臉台的聽眾朋友 大家也會明白 就是 有很多時候 有一些人 他跟一些 超自然的接觸的時候 可能在一個現場裏 有他看到一些 異象 但其他人看不到 其他人看不到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 他這個 他告訴你 是很奇怪的 他見不到神的形象 他的弟弟 見不到神的形象 但是他看到那棵樹是著火的 是 這個很關鍵 那個就是荊棘樹著火 這個就是在 你看到他的處理裏面 你所說 就是一種叫做 將他 在現實 和 和聖經裏面的描述 有一種 用心理學的處理 當然了 Kristen Bale 他講的那時候 他最重要的是 他只顧著演人的一部份 只是收到那兩句什麼 心理狀態是什麼 一個很殘暴 很惹蠻 精神不裂者 精神不裂者 那就出事了 他以為他自己 今次在做的是Batman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他當作自己做蝙蝠俠 一個不如滿人格的人 其實他就是這個 你會發覺 如果你細看 你會發覺 可能Kristen Bale 都沒有整部電影 他只要被記者創造他 說話 你好像不是那麼欣賞他 做這部電影 我其實也不是不欣賞 因為我覺得 他做得順利 我覺得 導演 是故意說 非他莫屬 今次的摩西 因為 如果你看他的那個表 我們那些 林過龍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 導演 已經 對他這個形 整個把Kristen Bale的 Image 放了上去 包括 你看這部電影的神 他也考慮過他做過太陽帝國 小孩子的時候 有沒有看太陽帝國 史迪斌小一寶那部 記得 十多歲 很小 然後是American Cycle 沒有看 沒有看 美國殺人狂 我們回去看 所以他可能說的時候 他只是說美國殺人狂的部分 他是做過那些 其實美國殺人狂 不是就這樣說 瘋狂的 他說美國精神 這些可能複雜的 一般觀眾未必會那麼有興趣 但是 他在說這件事的時候 用摩西這個角度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你的視覺是有意 把Kristen Bale 這個 在戲裡面的形象 包括他最近那幾部電影都很厲害 現在那幾部電影的形象 放了上去 你會看到 他有一個好玩的 就是我們用編劇的角度來說 人物 從來沒見過這麼具體的 就因為 他要將他神格化 同時又要人性化 而當他發現 他自己是意識獵人的時候 那個矛盾的處理 跟以前的處理不同 是怎樣的 不知道 你真是 試理不了 陷我依不義 但是我那句兄弟情 大家不妨去留意 我覺得這次他寫的 以劇本來說 是高手 那個就是 為什麼要高手呢 他最重要 不僅是阿哥 這個角色 剛才說了 那個好 那個弟弟 也說得很好 為什麼呢 我想大家 聖經文章也看到 他兩個最大的衝突 除了在階級的分別 當他知道他是奴隸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變了決裂 是的 他決裂了之後 後來他就要為了 他的血統的那種 民族找一個新機 搞到現在的 孤星類 或者你可以說香港現在做的那些運動 全部可以接到鬼的 即是那種運動 連Hunger Games 都可以 所以那些人都看到 摩西都說摩西摩西 只剩下一首次 你會發覺是 女應內俠來的 真的離譜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 剛好都說了那個 但是他是沒有 忽略了 法老 這個 法老王弟 他的那個世界 大家不妨留意 因為他裏面 不單止 就是 民族之爭 出埃及的 如果你用歷史來講 就是民族的鬥爭 血統的鬥爭 他裏面 我覺得這方面很經典 這個不是叫穿巧 不過是很棒的 我覺得 正在英國的電影 或者大師 那裏 他已經可以告訴你 而是我們 香港片 或者我們香港人 都經常面對的 就是 種族不同 你的語言是有分別的 比如摩西 我們讀慣的摩西 Moses Moses 就是埃及的讀法 戲裏面 他有以色列的讀法 是的 中文譯音都不同 是有分別的 即是 在語言裏面 你看到很明顯 在抗爭裏面 找回自己的民族認定 這裏面也很關鍵 第二 大家去看 不妨留意 法老王的 他有幾樣 我認為那幾樣是天文 是 是 在戲裏面 他真的說了給你聽 原來 這個 我想這次 這次我們的節目 我們也說不到 他裏面有三文 那三文 就是透露了 一天說給你聽 在我們現在所謂的一神神拜 和古埃及的暗恒神拜 以及耶和華神拜 發展 那階段 就是看摩西 如果从神话学里找到民族的发展 这个是很棒的 我觉得他的剧本量度得相当好 他有三文 哪三文大家看到了 都是在圣经故事中找到出来的 他只是用对白去深化出来 令到这个故事里面不单单讲一个圣经故事 就是说我们看这部电影里面 他就碰到在神学里面来说 由一个叫做多神的神传变成一神的神传 原来在一神的神传变里面 都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而变化的过程我们不能分略摩西 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透露内容 所以如果从这件事来看 你会觉得这部电影 也相当有很多很有趣的考据 我想引伸起对于信徒 或者对神学的研究 或者历史学的 看人对信仰和宗派的发展 他里面有一些不闻 当然了 列尼史学和东尼史学都是一些信徒的身份 所以他们用这个角度 你会看到其实他偏向西方 而且他很着意 他找到一些特别的地方 而就像之前的路下方舟 你也不看 真的不离习宝 那部要看的 因为那部里面 都提出了一些 以前不提及 但很实际的信息 也拋出了 所以造成了很多回响 我们这一节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